我把今天的重點總結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基本上 我們第一個做什麼 就是把三重.tsd變成三重.xls 也就是以後 反正外部資料你要變成sale的話 基本上的話 最重要的部分其實就是 sheets.append 然後後面的話加上一個串列 當然如果你假設是多筆資料的話 那就是做個回圈 所以我們其實是先練習這一段 這個有點像一個範本 所以假設以後你要把資料放到sale 這件事情你不太會的話 你可以一個一個step 第一個先寫一筆 寫一筆總可以吧 一筆ok之後再寫多筆 寫多筆ok之後再寫多個檔 反正就是慢慢慢慢把它放大 所以我們今天練習大概也差不多 第一個是先寫一筆 一筆的話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串列 那一個串列就是一列 其實你可以想像是sale裡面的一個橫向資料 那橫向資料的話 資料庫裡面就是一筆記錄 一筆RAC 其實到底是一樣的 ok 所以你說你資料放在資料庫 跟放sale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不一樣 只要你能夠放的進去 能夠取得出來 應該就可以了 ok 剩下你說老師效率差 現在電腦跑那麼快 效率也不至於會差到哪裡去 只是說你可能要注意一點 就是sale裡面最多是104萬筆的限制 ok 因為它如果這個限制沒打開的話 那將來反正就是這樣的 可是未來可不可能再更多 我在想說也有可能 因為之前在sale的2003的時候 它最多的比數只有6萬多筆 6536 ok 6萬多筆 那時候當然是很難 6萬多筆能幹嘛 ok 可是現在的話2007以後的話 就擴增到1048576 就是104萬多筆 可是未來有沒有可能再增加 我在想應該也有可能 因為未來也許 新的版本會變64位元的 或者這樣還要128位元 那也許可能啦 不過以現階段我是覺得 應該也暫時夠用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限制 ok 所以如果將來呢 假如你的比數會超過100萬筆的話 那當然比較建議你就用什麼 用資料庫 ok 那資料庫的使用方法 也許我們這個課程裡面規劃 之前是有規劃到啦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課程呢 主要就是把它規劃到那個excel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那因為呢 Python裡面有內建一個 叫SQLite的一個小型資料庫 OK 不過這裡面的話呢 你可能除了要學資料庫的連接之外 還要需要學會一些簡單的SQL語法 SQL就是SQL SQL語言有沒有 SQL SQL 那這個SQL語言就是跟資料庫溝通的一個共通語言 比如說你要寫入資料的話 那就是什麼 叫insert into 哪個table 然後value後面加什麼 然後呢 你要create table就是增加資料表 那這個我想我底下這邊有相關的範例 你們不妨可以自己玩玩看 如果有問題也歡迎可以再把它提出來 OK 但是我是覺得如果跟excel比起來的話 那這個真的是太麻煩了 因為要做好多事情才能夠寫入資料 但是excel的話 只需要用append一個串列就搞定了 我覺得相調之下 如果假設你的需求只是要寫入一些資料的話 那當然寫到excel是最簡單的 OK 那只是說這個excel的缺點我剛剛有提到 100萬筆的限制 如果你有超過100萬筆 那可能你還是建議用SQL Lite 這個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OK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就最後再來講一個 就是爬蟲的部分 那爬蟲當然這個水非常的深 可以做得非常複雜 但是也可以 所以我們先從最基本的爬蟲 這個爬蟲就反正你的資料 不是在你的電腦裡面 而是在網路上面 雲端、伺服器、任何外部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取回來 放在你的牌上做處理 OK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案例好了 你們可以再看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請各位看一下那個06 因為第五單位 第六單位在下方 因為它排序有點怪怪的 它直接跳07 不過下面有個0601有沒有 0601這個部分請你們把它打開 0601打開 0601下方 分那麼多 010 對啊 0601 因為第六個單位都是爬蟲相關的 OK 所以這邊的話 打開之後 0601 請各位往下捲動 這邊的話 就是 可以抓那個 當然網路上面很多資料 不過我在想說最適合練習的 就是政府的開放資料 因為這個資料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大數據 這個數據的話 假設你要做統計分析的話 其實是可以拿來用的 只是說因為這個資料 它是放在政府的一個server上面 如果今天我假設 希望能夠做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用爬蟲的方式 Python的爬蟲把資料先取回來 那取回來之後 當然一定要存檔 OK 所以假設 我們把今天練習的也許 再把它再延伸好了 再加上那個爬蟲 所以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 看一下這個 我找的這個範例 就是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點位資訊這個 你把它點開 下方有一個連結 你把它點開 那你可以看到 就會跳到那個 這個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的 這個連結 那當然你可以看上方 其實它的網址就是 叫data.gov.tw 那裡面的話 目前 當然你可以點上面這邊 資料集 這邊其實全部資料集 目前 總比數 我記得好像 大概五六萬比 之前看過 看到的 然後現在的話 數量應該會增加 其中的話 來一堆 我們先找 我剛剛講那個好了 把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住宅切到點位 底下的話 你把它鄉下捲動 它會跟你講說 我這個資料 總共有幾個欄位 總共五個欄位 然後這邊有個CSV 當然你點CSV 它就下載 可是呢 旁邊有個檢視資料 有沒有看到 點開之後的話 它會給你一個網址 所以 如果假設我今天的需求 我不是點它下載 再手動打開 而是希望我用Python 去直接把那個連結的資料 直接讀到Python裡面 然後呢 當然我需要存檔 當然存檔的話 最簡單就存CSV 我們之前有練習過 或者是說你假設我們今天做一個簡單練習 我假設希望呢 透過網路爬蟲 爬到資料之後 我希望能夠把它存成CSV 或者是Excel Excel Excel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假設這個練習 當然後續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統計分析 這個之後我們再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連結 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不過在這個連結的上面還有一個敘述 編碼格式有沒有 如果是微軟的話 它習慣用Big 5 OK 可是如果是Google 或者是蘋果 Apple 或者是其他Linux 喜歡用的是UTF-8 所以如果假設你編碼方式 設定錯誤的話 它會變成亂碼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做一個練習好了 如果我的需求是希望 把這個網路上面的資料 幫我抓下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把它存成CSV 第三個幫我存成Excel 大概這三個應該就差不多了 那怎麼做 但其中的話 後兩者我們之前練習過 但是第一個我們還沒練習 就是如何 爬取網路資料 那我已經知道這個網址了 OK 那也知道編碼了 接下來的話 當然在Python裡面 用哪一個套件 去抓網路資料最適合 不過網路上其實說真的 它的套件太多了 可以抓網路資料也太多了 不過一般 試過最多人使用的 還是一個叫Request的一個模組 這個的話 我又把它放在我的雲端 記得0601這邊 往下捲動 你可以看到 在第三頁的地方 也就是說 台北市簽到點位底下這邊 有一個叫 依下載資料範本 有沒有看到這邊底下有四行 第一個是Import Request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確認 你有沒有裝這個模組 理論上 如果陽春的應該是沒有 你們等一下試試看 第二個的話 就是你可以透過 它一個方法 叫Request.get 點get 後面你一定要給網址 它就會幫你把它 get 把它抓回來 OK 然後它會丟到一個物件 物件也許我取名叫HTML 不過這個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然後呢 底下有一個編碼方式 叫HTML.encoding encoding 就是編碼方式 我剛講過 不外乎兩種 如果你是Big5的話 請你用CP950 反之請你用UTF8 最後的話你可以把這個結果print出來 那就可以看到 是否有抓取成功的 所以請各位 試著第一個 爬床的出體驗 Ctrl C 把這個四行複製一下 第二的話呢 請你把它貼到那個 Spider的 先開一個新的模組 把它貼上 OK 放大一下 好 貼上 再來的話 需要貼上網址 記得 貼在get雙名號裡面 你不要貼錯了 貼上的錢 也不要有空白 什麼奇怪的東西 所以再來第二步的話 再找到那個 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 這邊不是有個檢視資料 這邊就有個資料 下載網址 請你把這個網址複製 然後怎樣 把它貼到剛剛的get的雙名號裡面 貼上 貼上的時候確定一下 看有沒有錢會有沒有空白 有時候好像它會多一些空白出來 莫名其妙的空白 這個應該沒有 貼上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OK了啦 剩下來再來就是你把它run一下 不過run了之後的話 如果你出現什麼 no module name的request 表示你沒有裝request模組 所以如果你要裝的話 那你又要記得安裝的方式 跟之前那個openpyxl一樣的步驟 OK 所以我把這個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有沒有出現 執行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沒有什麼no module 表示你的電腦已經有裝re 我記得好像我已經有裝了 所以這個就不用裝了 但是有沒有發現 欸 出來有資料耶 但問題為什麼 底下的資料是這種 完全看不懂 數字是看得懂 除了數字啊 英文 英文好像也不 英文喔 中文字好像都亂嘛 為什麼 我剛剛講過 因為目前大概就兩大陣營 一個是 應該可以這麼講 微軟跟非微軟 微軟的話 就CP950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這個檔案 是透過微軟公司的軟體產生的話 通常是CP950 反之的話 那就是UT58 不過啦 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呢 反正在網頁上已經告訴你的 BIG5 所以記得 請你把encoding改成CP950 所以我在後面這邊 不會緊緻 註解了吧 把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UTF8這個位置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貼上 把它改成CP950就對了 OK 那以後如果你遇到 反正不外乎就這一個 不就是那一個啦 大概99%應該都沒問題 OK 因為老師改成BIG5也可以 BIG5也可以 但是一般習慣是用CP950 差別在什麼 嗯 就是它的那個嘛 BIG5是它的一個名稱 它編碼的名稱 那CP950可能又是另外的一個規範 反正這個你們再查一下 因為名稱的話 它其實有時候會有很多種 那再來的話呢 把它執行看看 如果改成CP950 或BIG5好像就會正確 有沒有 出來結果都OK了 那也就是說 透過那個HTML物件 裡面的.test這個屬性 它就幫你把網路上面的這個資料 全部都就是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算是一個字串 有沒有 但問題來了 第一個 請你幫我把這個下載 其實它只是讓你看到對不對 但是它沒存檔 所以我希望存檔 CSP行比較簡單 因為CSP不用做任何事情 只要在下面打那三行 排氣表 所以我是建議那個三行 一定要把它稍微解 F等於什麼呢 Open 就是開一個檔讓它儲存 那檔案名稱的話呢 也許叫做 什麼 叫做住宅切到 中文應該它有資源 負載 然後把它乾脆存成那個CSP好了 所以在後面 副檔名叫點CSP 然後我要寫入模式 所以後面再加一個W的一個字串 那再來的話 就是要把資料寫進去 寫進去的話怎麼寫 f.write 那write什麼呢 之前是放一個s 不過這個時候請你把這個 因為它本身都是豆點分割 所以其實你根本什麼事都不用做 直接怎麼樣呢 把html.test 直接就把它放在write這邊 OK 搞定了 然後最後把f.close close close的話就是關掉了 有沒有 這是存檔 所以最後的話呢 請你幫我把這個檔案存在 乾脆存在1疊 這樣你們比較好找 不然我怕你們這樣又找不到 OK 如果你沒有1疊的話 你有d 你就d貓寫線 OK 好 這樣的話我就把這個檔 下載之後存在我的1疊底下 會是一個csv的檔案 OK 我們試試看 這樣應該不難吧 所以你會發現存csv應該是最簡單的 我是建議這三行能夠記起來是最好 如果不行的話 你可能網路上那個範本 自己再把它放在你自己的筆記 或你的雲端筆記上 將來一定 最好可以快點找到 我把它執行一下 OK 好 這個時候你可以發現 它除了把資料下載之外 也把它存在1疊底下 我看一下有沒有成功 所以打開1疊底下 有沒有一個叫住宅切到.coa OK 把它點開看看 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有沒有存成功 有存成功 不過有個問題 它這個地方有沒有 好像資料本身有換行 所以如果假設你沒有做任何處理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OK 它怎麼處理呢 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好像我前面有講過 有沒有 如果你要去掉尾巴的換行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在這個後面再加一個 Strip 我記得好像我前面Strip看看 Strip Strip的話就是 去掉頭 頭或尾的某一個 某一個 一個字元 我要去掉的是換行 所以反斜線N看看 它因為多了一個反斜線N 所以我在Rite之前 我加上這個看看好了 裡面應該OK 看一下執行一下 不過這個還是要先把這個先關閉 先把資料下載 試著存檔看看好了 反正存檔不外物就兩個格式 一個是.csv 一個是.csv 兩個部分 這個我想我們前面都有做過 只有爬蟲部分今天多的 新的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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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